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 今日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,香港著名歌影天后,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,希望大家喜欢。 继续人物评的,五,他特别看众朋友,要求自己很严格,却能够欢容朋友的何缺点。 我觉得像这样的人太少见了,认识他是一种幸运。 天宗文化董事长,金牌经理人李小伦平的,梅艳芳雍庸豁达有风度,音乐人山奇平的,梅艳芳为近十年,一个真正以角色内心世界感染到观众的东方女演员。 西日本新闻评的,梅艳芳是非常真诚的一个人,可以说他在中国演艺圈里是一个典范,一个榜样。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是教授郑栋天平的,梅艳芳是个现象,我认为这现象的发生, 起于一个得到上仓次语,无与伦比的天父与挖强的个性的人,生长于凡是极端的时代与地方。 能歌,能舞,能演,进阶精绝,是百年难得一见的表演天材了。 经济学家将五常评的,梅艳芳为人率真,当他带领香港演艺协会,来中国大陆交流时, 他直言中国大陆许多演员不敬业,应该好好向香港的同行学习。 而他更是以身作则,在去年四五月间非典流行北京时,为了组织香港演艺界关心爱之病人的疑演, 他亲自来到北京,并表示这是自己责无旁态的事,在这场疑演中,梅艳芳分文不取。 所有这些,阿梅都是在以自己的努力,来树立香港娱乐圈的形象。 中国导演协会等几家发起单位的负责人评的,梅艳芳极富创意和毅力, 凭借自己的努力将事业带上高峰,是香港成功的典型例子。 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评的,梅艳芳长期致力于香港演艺事业, 女创佳绩,遇满乐坛,并热心参与香港及中国大陆的慈善公益活动, 贡献良多。 中央人民政府,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李刚平的, 梅艳芳是真正的香港传奇, 有情有意,有始有终, 他把最美丽的一面留给世人。 短短四十年的人生路上有许多波折, 失意,但他最终成为一位, 非常值得尊敬的演艺人协会会长。 他为争取公平,公义, 亦不在乎付出代的, 前香港特别行政区, 广播处处长张敏而平的, 梅艳芳热爱事业,关爱社群, 为公益,为公义, 勇俊向前, 以演艺界殿堂天后之专, 关怀扶持侯俊, 积极推动香港演艺事业发展, 殊堪敬仰, 全国政协委员, 香港特区立法会委员霍振平平的。 我们不会忘记梅艳芳女士, 对香港与中国大陆影视交流合作, 所付出的努力, 希望为我双方继续加强沟通与交流, 共同为中国影视节目走向世界, 弘扬中华文化而努力。 我们相信, 这是对梅艳芳女士最好的怀念,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港澳台办公失评的, 我们怀念梅艳芳女士在影视歌坛,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啦。 拜拜。